多謝各位來 我們是這個基本法院的中心 我以基本法院中心主席的身份 就向大家講清楚 我們中心對這個最近的鼓吹港獨言論的法律問題 憲法問題 最重要的原則就是現在大家知道 特區政府包括特首都是對戴耀廷教授 是台灣的言行 第一 我要講不僅是言論 因為他是去台灣 今天不僅是坐在那裏講一件事 他有行動的配合 他刻意去台灣 不是一個私人 或者是一個學校與學校之間的學術 他是去參加一個主辦單位 就是台灣青年反共救國團的主辦單位 那個題目已經知道這個主辦單位的奇蹟就很清楚 就是反共 換言之也都反對中華人民政府 中央人民政府 也都要救國 也都要救國 也就是不承認中央人民政府的合法性 他去這個地方已經預備了廣告 我相信 他去這個地方已經預備了廣告 他去看 是否真是一個言論自由之下 學術自由的 大家有不意見 大家很主觀的 很客觀的看法去分析 但是 最重要的是我們中心要注意這件事 就是特區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的代表 也都對這一種的言行 不單止特區政府作於嚴重的譴責 但是中央政府還表示 對這件事 對國家安全 對國家統一 對維護領土完整 這些的國家 中央政府的責任 也都是有它的關注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 這件事不僅是涉及特區政府 也都涉及中央人民政府 它的獻責的責任 它的獻法下的責任 它在基本法下的責任 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 是講了很多次 這一種的言行是違反基本法 違反中國憲法 但是有沒有法律後果呢 就應該由特區政府去執行 因為這裡是一國兩制 基本法下 我們有自行立國家安全法的權力 23條 在這種情況之下 現時的法律 是不是足不足夠 都應該 特區政府是有責任 向市民交代 向市民交代 交代的意思 不是只是出來說要做 有沒有現時的法律 究竟可不可以應付 這種的言行 規於違法的言行 這是一個法律的法治的很基本的看法 什麼法律的法律 法律說什麼呢 如果是有法律責任的 特區政府就有這個責任 要採取這個法律責任 如果特區政府 發覺它做不到這件事 對某種理由也好 法律理由也好 政治上的理由也好 就不是說 這件事可以不了了之 不是以為 又告一段落 我覺得中央人民政府 對這件事是 會採取一個比較 這個負責任的 的取向 就不可以 一方面就說 本地法例 就是不符合國際公約 或者已經是叫做 dead letter of the law 就是已經死了的法律的文字 變成真空 是不是真空呢 23條又這個環境不符合 是不是這樣一個 就是這樣一個情況 而這個情況 我今天第一個問題就是 中央人民政府和 特區的政府 香港政府 大家都有大家的責任 這個責任是不可以說 到適當的時間才 這個責任 現時已經是有的 責任就是維護國家安全 這個全世界國家都有的 可能每一個國家的大家的範圍 那個定義 可能有偏差 但是主體上 大致上都是一樣的 有國際標準的 那第一件事 我們中心很關注 就是如果 現在中央政府 已經表示這種行為是違憲 是違背基本法 是衝擊一國兩制 而特區政府 也都是官方公開的譴責 說這個是違反 基本法和中國憲法的行為 那這種行為 有沒有法律後果呢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法律 如果沒有法律後果 就不是法律來的了 對不對 如果你經常說 這個違背基本法 但是沒有法律後果的 不單止 這個不是法律 還是會 打擊法治的情況 有一個情況 因為如果你說 現時有法律 但是 這些法律 是不執行的 這些法律 是我們不會用的 那就是說 可以任意妄為 是不是 有法不依 是不是更恐怖 你至少知道沒有法律 我都可以去通過法律 我知道這個 比如說文化革命 就是沒有法律 無法無天的 都是大家認 但是不要是一個 萬一說 讚自己 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 高度法治社會 情況之下 就是 我們呢 是 是 對一個法律 尤其是 嚴肅一個 中國憲法 和基本法 是可以說 違反了 是沒有法律後果的 那就是 換言之 也是污辱了 中國憲法 污辱了 基本法 是法律 但是你可以任意妄為 那這個我想著一個 就是 不需要說一個 法律的專家 一個就是 有知識的人 都會明白這一點的 那究竟有沒有法律後果呢 我們中心說過很多次的 現時 香港 有這個 刑事罪案條例 刑事罪案條例 裡面有一部分的 所謂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所謂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 那這些法律呢 就是 一直 由 香港 這個 回歸前的 港英政府 經過 這個 法律 我覺得你不同意的法律 也好 都是法律 在客觀上 一個法律 不會是一個死的法律 沒有這件事的 如果那個法律怎麼會死的呢 立法會通過的法律 那個立法原意就是這個法律要執行的 如果這個法律 你覺得是不好的法律 你就修改它 Revoke it amend it 為什麼要放在這裏呢 那還有一個國家安全的法律 我 對我有特別的一個 感受呢 這件事 因為我 我 在聖保羅南校讀中學香港 一早已經 對法律很有興趣 學校有時候請 我很記得 張奧偉 那時候 也將大律師 御用大律師 來我們學校 跟我們講法律 講法治社會 非常鼓舞 聽完之後 對法律很有興趣 但到我離開 那年 一九六七年 就 高安一班的 學校的同學 就是曾德成 他就是 在學校派傳單 那個傳單呢 就是鼓吹 這個 恢復 中國行使 對香港的主權 這個 不要再延續 殖民地政府 令國家領土 可以完整 判了兩年監 判了兩年監 這個 對他 對我們認識他的同學 都很大的打擊 對他本人的生活 也很大的打擊 這個法例 就是現在的 第九條 煽動法 你看看 這個就是 跟當時 曾德成 1967年到現在 這條法例 一直沒有改過 OK 還是在 我們的statute books 在我們的香港法例裡面 刑事做案條例 大部分香港刑事法例 都在這個法例裡面 第九條 就是講煽動 煽動 就不是說 任何要用暴力去做的行為 就是逼你 不是 煽動 就是什麼呢 就是任何言行 是可以引起 憎恨或藐視 現在這裡改了字眼 英女宏我做中央人民政府 任何 任何 引起 憎恨或藐視 中央人民政府 或中央人民政府下的領土 和各領土下的政府 或激起 對中央人民政府 和它的領土的 離半 不清楚了 這個是離半 這個就是A A C 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 香港司法一定包括基本法 激起對其的離半 D 引起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的 指民 這些就是 這個用的是 以前英女王的 就叫指民 代言中華人民公民 我們Chinese citizens 不是 the subject of Her Majesty 不是英皇陛下的指民 我們不是指民 我們是公民 來的 現在是中國公民 那就是 香港居民間的不滿 或離半 E 引起 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 惡感及敵意 有沒有呢 你們覺得 是不是 有沒有分化社會 分化社會的焦點在哪裡呢 就是 反對 反對一黨專政 反對 現時的中央人民政府 反對 香港現在 是由 中央人民政府 實行主權 行使主權 那二呢就是 任何的作為 言論或刊物 這個就是真德成 派傳單而已 那又不聽一下 香港大學的教授們出來講一下 那相比一下 為什麼真德成 一個 現時都是香港社會的人物 也都是我們前的 Home Affairs的局長 對他的一個交代啊 他坐這個 牢兩年 坐來 是不是 違背了他的言論自由呢 違背了他的學術討論呢 為什麼這個法律 是對他會實施 而其他人不實施的呢 是不是 視而不見呢 這個 這個煽動法 是普通法制度的一個 基本法律來的 單一制國家很少有煽動法 Created by the common law 這個 一個統治 以前大英帝國的一個工具 來的 不需要揭桿起義的 反對英國帝國的統治 我們終身裏都講 一個法律 如果你覺得 今時今日 是違背國際公約的 國際人權公約的 第一 國際人權公約的 國際人權公約的 法律的地位 我們不要爭論了 不是強制性的 就算強制性的 尤其是 也有合理的 限制 言論之間 其中一個 合理的限制 就是講明不可以 危害國家的一個主權 那如果 就算你 講這個國際人權公約 對香港有強制性的 就算強制性 在一個 尤其是普通法 的法治社會裏面 是三權分立 尤其是 是法律 三權分立最重要是什麼呢 是法律 為什麼呢 一個就是立法 就是立法會 一個就是執法 就是政府 一個就是釋法 就是法院 立法 執法 釋法 那誰解釋法律的呢 法院嘛 那就是你不可以將這件事 將法院 不進法院的門外 將這件事距於法律的門外 不讓你走進法院 誰決定現在現時的法例 有沒有效 符不符合人權公約 如果不符合 有沒有合理的限制 如果這個限制太過 怎麼去調教它 這些是法庭的專利 不是檢察官 不是律政司 這個是政府執法的 執法的政府 沒有一個dead law 沒有good law 沒有bad law there is only the law 你就要執法 送到法院 由法庭決定 這個法律 符不符合 國際人權公約 符合的 OK 不符合的 它怎樣去 將它 調教 調教不到 才整個法例沒有了 而整個法例沒有了 一定會引起立法會 再補充一個 所以法律不可以有真空 因為一個需要 國家安全 刑事法例 如果沒有刑事法例 我們香港已經變成不是一個社會 崩潰了社會 沒有刑事法例 每天獎 每天進入 謀殺每天打劍都可以 所以 你現在變成了一個真空狀態 另外一點要提 有法必依的意思 不是一定說 即時就要立案 要送去法院檢控 這個第二步 第一步 要調查 你不是說 一件案子 警察不用做事 拿餅帶 拿去法院 不是要調查 司法程序的開始 不是由法院開始 你干預警方的調查 都干預司法程序 所以在普通法上面的司法程序 對於刑事來說 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 就是 有沒有警察 有沒有這樣的責任和權力 去調查 對一個人作出調查 這個一定要有合理的理由 reasonable grounds 去懷疑 你觸犯了法律 現在每個人都說 他觸犯了法律 有reasonable grounds 才可以對你作出調查 作出調查之後 他調查的結果 覺得可以舉證 去送法院 那就是要第二關 是不是有一個表面 證據成立的局面 才可以送法院立案 去到法院 要經過法律的程序 普通法的程序 需要有阻證 就要有阻證 就要有阻證 需要有時機限制 就要有限制 就要有很多的普通法的保障 之下有無疑點 的情況之下定罪 之後第四步 跟普通法的懲罰去量刑 這四步 現在我講的是第一步 回歸二十年 我想問 回歸前 香港 有沒有 國家安全 有 叫做special branch 那時候叫做政治部 警察的政治部 一定有的 不可能沒有的 是不是 國家安全怎麼沒有呢 是不是 給一個例子 我以前都講過 這個 Snowden來香港 香港 美國 啟動了司法程 就要引導它 從香港引導它 回去 香港政府 不接受 不單止不接受 將Snowden 送去蘇聯 給它去蘇聯 這個肯定是一個 國家安全的問題 肯定不是特區政府自己 去做 何德漢能去做這件事 但是我們覺得 雖然做到這件事 大家 沒有引去意義 因為 Snowden 吹雞 關於美國的 政府對人來的 各種私隱的 侵犯 大家覺得好笑 但是如果覺得有爭議 這件事 譬如說不是Snowden 我意思是說 現在變成這件事 是沒有了透明度 是沒有 我不管你政治 左中右 沒有透明度 對社會不好的 一定要有 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 一定要大家知道 對執行的人有保障 對執行的對象也有保障 大家知道那個 遊戲規則是怎樣的 那時候有政治部 全世界的 所謂的 CIA也好 英國的MI6也好 MI5也好 維護國家安全的單位 那些權力 大家都知道 比普通警察更厲害 那些權力 而他們做的偵查 資源很大 是維護國家的 哪些人間諜 哪些人間諜 哪些人買國家的情報 哪些人危害國家的國防 反間諜 很多樣東西 那這些這樣的單位 沒有可能回歸後 沒有看到特區政府 有這個單位的 那大家是不是當 沒有了 不需要了 是不是不需要了 沒有可能不需要的 那如果 警察沒有這個單位 那國家安全 現在在香港 如果在間諜裡面 什麼好 那誰把關呢 那當然在憲法裡面 都是國家的安全 所謂的國家安全的機構 但是國家安全的機構 香港有沒有法律保護呢 保障呢 或者有給它一個 容易辦事的一對守則呢 沒有啊 沒有啊 是不是 那 那 所以 第一就是 特區政府現在說 經常都說 這一種言行 是 就是 違背基本法會中的憲法 然後 他說 我想特使 我會不會 會依法辦事 但是依法辦事 他說是 另外 我想他在說的 律政事那邊 去看一下有沒有法律責任 那但是這件事 現在變成好像 一去到那裡 有沒有法律責任 就變成好像一個死胡同 那樣的 那我可以說 今時今日 不可能不了了之 不可能放回死胡同 就算了 法律責任 有沒有 肯定有 那在哪裏呢 是不是第九條 那你至少 在哪裏都好 你都要一個執法機構去執法 我現在看到 連香港警察都沒有 都沒有去調查過 香港民族黨也好 任何人士鼓吹港獨 你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外來的 政府 團體的 的關係呢 的支援呢 銀紙上的 金錢上的支援呢 為什麼這些 全世界一樣的守則 是不可以的事 有沒有去調查 調查 我現在不要說告 調查都不調查的 那些戶口的錢哪裡來呢 不調查的 肯定 港英是窦港死英 政府會調查 所以現在呢 我呼籲就是 你至少要向社會交代 特區政府 也都要向中央人民政府交代 究竟你現在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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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這樣的 這個 政治的決議 是 在香港 開始 有一個 國家安全的 執法的 定位呢 是不是需要呢 大家不要自己欺騙自己 是沒有這件事的 我都說 我都不理 政治組中 當然有 什麼時候 這些是國家安全的範圍 大家知道 他們的遊戲規則是怎麼樣的 任理哪個國家 拿一個做標誌也好 英國 美國 加拿大 澳洲也好 國家安全是怎麼樣的 沒有可能沒有的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這一次台灣的言行的事情 就是這個情況 如果 一方面 沒有 不可能 那就是大家都失職 中央政府都失職 特區政府失職 如果沒有這件事 香港沒有國家安全的 執法的空間 也都不可以在那裡 但是如果它是在那裡 20年了 而沒有一個所謂憲制慣例 constitution convention 沒有一套明明的 守則是怎麼去做的 那你怎麼 沒有講到法律 你沒有人去調查 所以實話都沒有一撇 這些不可能等到環境 你不理想環境 現在非常不理想 對國家安全來說 有這種的鼓吹 初初說 大家不要理 往往是這樣 你說不要理 沒有人去mine 就越多人會推 極端的人會推銷 推一下大家有緣分 就放在一起了 這件事好像雪球一樣 越滾越大 所以 我覺得 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正視的就是 在執法方面 不要說到23 不要說法律方面 執法方面 有沒有人執法呢 才說跟哪一套去執呢 還是全部是空口說白話的 一發生就 危害國家安全 違背基本法 不符合中國憲法 打擊國家領土 但是呢 是沒有法律後果 沒有法律滯爪 沒有任何法律的能力在這裏 我們中心想提提各位的 就是 任何危害國家安全的言行 不是跟地方的 我講講我們國家 不是說 今天我在香港 我在內地以外 我沒事 我說什麼都可以 我要打到中國都可以 我要做賣國策點都可以 總之我現在不回內地就可以了 中央政府裏面 開過很多座談 會關這個題目 也都有很多中央憲制的 中國憲制的教授也都講過 大家有一個一致的看法 國家安全 是沒有可能是真空的 為什麼呢 國家安全 現在是哪一套法律 是規範的呢 就是 我們叫做 內地的大刑法 就是外地的刑事罪案條例 我等一下給你的全名 這裏面 好像我們也有國家安全 我現在想看一看 給你看看 第七條 第六條 之前就講國家安全法例 他在講國家安全 我等給你萬機 就是他講的法例 第六條 就是屬於地管 看到嗎 這個就是在它的景域內 我現在當景域內 是不包括香港 這個 我們可以再研究 但當不包括香港 先 領域 為什麼不包括香港呢 但當不包括香港 是 一國兩制 領域的字 是不包括這個制度的 但都是同一個國家的 當一個看法 如果不是第六條 已經是 現在是 第七條 屬於人管轄的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開宗名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我們香港全部拿 特區護照的 拿著五星旗的 都是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領域外 不當香港 是的 領域外 內地 領域外 就是第六條 領域外 犯本法規定之罪 適用本法 所以大家提一提大家 今天 中國的國家安全化 是對每一個中國公民 在領域外都有法律責任的 換言之 如果今天 他以法律的途徑 將你引導回來 說你所謂俗稱樂在 中央單位的手上 有法律責任 大家不要騙自己 所以 23條 是什麼呢 不是叫我們 去將 國家安全的 的罪行 重新去定義 這些 大部分 全世界都有國際標準的 什麼叫叛國 什麼叫分離國家 煽動 什麼叫分離國家 煽動 煽動 就是什麼 普通話 是煽動 賣國家機密 Selling State Secrets 這些 都有國際標準 23條 不是叫你指六 為馬 重新去發明一件 一定要暴力的自得 這個 我現在要講一講 如果一定要暴力 涉及暴力 才會為國家安全 我們 我想 我們 中國歷史上 最大一個賣國賊 吳三季 是完全不觸犯 他們所謂的國家安全法 因為他 沒有鼓吹暴力 他開關 那他是不是沒有賣國 沒有叛國 是不是一定要有暴力才行 你說什麼 群繪十二到金牌 朝國機回來 是不是有暴力 不用暴力 是不是有 是不是買國產 那所以 這個 如果你是 講到 是要以 國家 國際標準去做的 23條的目的是什麼 23條目的是什麼 23條目的是最重要 就是我們走我們不同的法律制度 就是說 這種 國家安全法都好 都要跟香港的法律制度 就是說 我剛剛講過司法程序 就是 要有合理的理由 才可以調查人 看香港 要有表面證據 才可以送法院檢控 要有無疑 沒有疑點之下才可以定罪 然後 然後 跟著 那個量刑 跟香港不跟內地 譬如說沒有死刑 坐都坐短一點的香港的量刑 就是跟回我們的規矩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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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條 OK 你一天不立 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都說沒有真兇的了 他附見山 隱入內地的 一套隱入 你想嗎 我不想見到 那 所以 23條 我覺得 是 大家要看 有兩樣東西 我覺得 我們中心也都有向 特首 也有諮詢我們 在施政報告之前 我們也有講過 我說23條 當然 是要有一個 適合的環境 但適合的環境 不是代表 只是 對特區政府 政治上的操作上適合 這個 你等都等不到 你等不到這個理想 或者這個政府 政府的責任上去製造這個環境 那理想的環境是什麼呢 適合的環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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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樣 有什麼需要就適合 有需要 而沒有就 很適合 很適合 有需要 第二就是 有沒有時間 在時間上 你要有一個過程 你要吸收 03年 推出23條 找一個 男子方案推出 完全沒有諮詢 沒有修改的空間 顏笑 顏推 不要再走這一步了 但是香港所有的社會上的人 有充分的時間去討論這個 這個有一個很清楚的 尤其是普通法下面的立法的 很清楚一套的諮詢的英國佬 普通法的過程 第一有一個叫做白皮書 為什麼不出一個白皮書呢 這種一定需要 那你要有一個工作組 才有一個白皮書的 拿了白皮書之後 這個都需要一年半載了吧 所有stakeholder 學者 政治學 誰有興趣都可以進去 給意見 白皮書 搜集了意見 接著要看哪些 你再看國際經驗法律上的支配 接著要看得清楚了 我們國家安全 應該主流思想之下 在普通法之下 哪幾種的呢 就有所謂一個 綠皮的書出來 諮詢 政府有一個 這個也都需要 一年多的時候 before green paper 接著 green paper諮詢之後 大家 有一個社會上都有共識了 政府都可以推了 這樣才可以 行一個 white paper bill 是吧 白紙法案 就是還有收港空間 跟著最後一個就是 blue bill 是吧 就送立法會 那我們中生也都提議過 現在我們作跟進提案也都提議 是 絕對 時間不可容許 就是你要開始這個工作 你一天不開始這個工作 一天不會達到一個適當的環境去立法 因為適當環境立法 我解釋了 所以社會的參與 大家社會上的 大家有一個 自己有一個互動的 一個程序的時間 要賺一個空間給我們 讓政府可以 由這樣才去做 是吧 如果這個 現在要開始啟動 所以我們 呼籲在這一屆政府的任期之內 就是要出到一個白皮的 白紙的一個方案 就是有四年時候 等下一屆政府可以繼續這個工作 就是希望可以轉 做一個藍皮的bill blue bill 但即時呢 我再說一次 我呼籲特區政府 就是要對現時的刑事罪行條例 都對大家有個交代 大家討論了這麼久了 關於這一次台灣的事件 大教授的事件 那你在法律上 特區政府要跟我們說 究竟現時的刑事罪行條例 譬如說第九條 煽動的現行 真德成這個例子 是不是已經 這個法律是沒有了呢 因為你覺得它是不好啊 你覺得它死了啊 還是有在這裡你不執行呢 是不是因為你現在沒有這樣的 執法的能力去執行呢 那這些事情呢 我想不要大家 發生一件事 大家出來講一論 哎 好譴責啊 然後又告一段落 我覺得一個法治社會 大家應該今天要走出第一步 就是先交代一下 香港國家安全 哪個執法的 我希望跟以前 由香港的警察隊去執法 做出一個應當做出的調查 一個應當作出的調查 一個應當作出的調查 需要的時候 跟國家安全的主體 有聯繫 做必須的時候 就要走這個聯繫 另外也都要有一個 比較香港社會 大家可以認知的 一個所謂操作上的 的憲制慣例 就好像以前special branch 怎麼操作呢 他那時候跟英國政府 怎麼樣一個協調的模式的呢 我們是不是要借鏡那些呢 還是走不同的一道呢 我們香港人有權知 特區政府有權推 有責任要推 中央政府也都有責任 要配合這件事情 讓國家安全在香港 是有一個堅存的 一個衝創平堂 大家不要作為一個鴕鳥 時不見